娃娃影后李晶暴毙家中师傅懒中年69岁 1960年代宏集一时,曾夺亚洲影后的少氏女星李晶,原名李国英,昨午被发现暴毙家中,中年69岁。 香港23日讯,1960年代宏集一时,曾夺亚洲影后的少氏女星李晶,原名李国英,昨午被发现暴毙家中,中年69岁。 警方昨日接获一个大厦保安人员报案,只有单位传出臭味,无人英门,警方及消防员到场破门入屋,发现一名女子倒闭床上。 警方初步调查事件,无可疑,暂略尸体发现案处理,死因仍有待偷验。 。 跟李晶曾合作及相识的马海伦、江大卫、邵音音等听到消息均感愕然,感到惋惜。 李晶吸引三十多年,身居简出。据称跟李晶有联络的朋友于过年期间已联络不到他。 他所居住的单位近日传出臭味,警方发现尸体时,身体已腐烂,相信已死去多日,警方正设法联络他的家人。 李晶曾红吉一时,更是小富婆,但淡出娱乐圈后传经济状况欠佳。邵氏三大红人之一。 李晶已经于1948年出生,15岁加入邵氏南国实验剧团,1965年凭于美人一片夺得亚洲影后,当时他未满17岁,有娃娃影后之称。 他备受力捧,拍摄多部电影,包括,珊珊、保镖及1972年拍摄的娃娃夫人等。 他有票房保证,成为港台两地抢手女演员,与方亦华,和李李当年是邵氏旗下三大红人,连续三年当选国语片十大明星。 1976年,他结束与邵氏十三年宾主关系,以自由演员身份拍戏,并投资开戏。 1979年,与他相恋十年的男友,酒吧后人雷教华突离世,他大受打击,减少拍戏。 1983年,母亲病逝,她逐渐淡出娱乐圈。 李京当年是邵乙夫旗下邵氏的当红女星,备受力捧。 圈中小富婆早年被追欠租。 李京曾经逝世权中小富婆,曾住在山顶四千多尺豪宅,又有楼收租,身家曾余半亿。 不过,他投资电影遭挥损,又传投资失利,赌钱,将物业出售,租屋住,有指六叔邵义夫曾在经济上帮助他。 2012年,曾有报导指他被业主入饼追欠租三年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李京未够17岁便当上亚洲影后,有娃娃影后美誉。 江大未完期,多年没见。 马海伦昨日接受电话访问,表示得知李京去世很伤感。 他说跟李京已没有联络,肩中在跑马的碰见会打招呼。 提到李京四世独居,他叹气说不知李京有否家人帮忙办理身后事,有需要他会联络江大未、迪龙等,出面帮忙。 对于有志李京经济状况欠佳,他是否曾在金钱上帮助。 他对此不欲多谈。 江大未曾与李京合作电影,他说多年没见,觉得很可惜。 李京一